你知道为什么男人调戏女子叫做吃豆腐吗?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比较调皮的男人爱去调戏女孩子 结果女孩子总爱说男人在吃他们的豆腐 这令人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不吃肉吃饭,而是吃豆腐?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豆腐 豆腐我们日常食品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且历史也很悠久 豆腐是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所发明 刘安的母亲非常喜欢吃黄豆 可是有一次她的母亲生病了 没办法吃黄豆 所以刘安就把黄豆磨成粉末 可是豆粉又太干 于是加入了水和盐 结果结成了成块的豆腐花 她的母亲能吃上这种豆腐花感到十分高兴 结果病慢慢好了 豆腐就这样被大家所知晓 后来豆腐的做法也慢慢改良 为了做出好豆腐 人们会选出优质的黄豆 然后浸泡到水中 让大豆膨胀起来 这样就有利于后期提取蛋白质 大豆浸泡好后就变得光滑松脆 就可以把它磨碎 然后进行烹煮 最后就放入模具中 让它凝固成形 豆腐就做好了 吃起来口感很滑嫩 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深受人们的喜爱 所以做豆腐的人也非常多 当年在长安城内就有很多豆腐店 而这些豆腐店有个特点 就是夫妻店铺比较多 这种夫妻店铺一般是男人负责磨豆腐 女人负责招揽顾客卖豆腐 而豆腐本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那么人家是卖豆腐的 所以吃豆腐就比较多 自然就长得细皮嫩肉 很有姿色 于是吸引了很多男人去买豆腐 其实很多的是去欣赏老板娘的姿色 有些男人还上手触摸老板娘的御手 有时候连家都忘记回你 买块豆腐都能买半天 于是这样的事情就慢慢传开了 很多女人看到自己的男人很晚才回家 便训斥自己的男人 是不是去吃豆腐了 从此吃豆腐就成了男人调戏女人的代名词 这只是一个说法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作为我国最繁荣的城市 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 这些人口中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背景的人 其中也包括了很多思想开放行为轻浮的人 由于豆腐具有嫩白的特点 与女人的肌肤正好契合 所以这些人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 就会用一些比较轻浮的语言和动作来推销自己的豆腐 比如 他们会说 我的豆腐摸起来就像女人的手一样滑嫩等等 而这些话语和动作都会让女性感到不舒服 或者被调戏的感觉 因此吃豆腐这个短影就逐渐形成了 慢慢说到吃豆腐啊 也不得不说吃醋 这是嫉妒的意思 为何嫉妒不是咸的 而是酸的 这得要追溯到唐朝时期 唐太宗为了笼络当朝宰相房玄龄 于是决定给他纳妾 可是这引起宰相妻子的不满 房玄龄又是个妻管颜 在妻子的干预下 他不敢纳妾 这令唐太宗无奈 于是唐太宗使出了绝招 让房玄龄的妻子在毒酒和纳妾中选一项 没想到房玄龄之妻性情刚烈 宁死也不答应丈夫纳妾 于是拿起毒酒一眼而尽 饮完后才发现 这不是毒酒 而是一杯醋 从此 嫉妒和吃醋就融合起来 你还知道有没有别的说法吗